最近新年轻车的使用越来越普及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同事朋友都在用电动车 使用完以后他们都觉得车特别好用 但是充电还是不方便 第一个是老旧小区的改造问题 老旧小区车位很少 电容量有限 然后装不了充电桩 第二个的话 现在很多停车场有很多充电站 这些充电桩的话 标准不兼容 所以有时候也很难找到 适合自己的充电桩 第三个的话 在跑长途的时候 这种压力特别大 就是高速公路的休息区 都有不少的充电桩 但是都是慢充 所以只要有四五辆车站的充电的话 一等要等个两三个小时 尤其是节假日出行的时候 困难特别大 所以我们希望各个部门 能够协调起来 有效解决电动车用户的 这个里程交流 我觉得这还是推动 整个电动车发展的一件大事吧